我弟弟 好了,這邊扣兩扣,又回到頭,又是Philip仔 好了,史高斯一個搞動狀,壓過了宋田勇 再轉過來,跟蘇斯克查做一個狀況場之後 再在窄角逃避波波斯基 波波斯基戰力真大,起不到,現在起到腳,下去補捉了 一號,還可以拿手 但可惜,我馬上有藍花球員,逆斯拉夫回來,是包的 哇,這要給他認真驚險,因為後面已經有人到了 又是史高斯,剛才那些窄位全球真的沒得頂 好了,今次看看李暴倫怎樣,一路推過來 歐慧倫就把手都給他,沒錯,給了歐慧倫 歐慧倫一個彈給他,自己轉身走,但是死位 李暴倫也沒有給他,唯有前往中間,給譚瑪士 譚瑪士等著他,慢慢來,十倍走到兩位了,沒錯 一拉下去十倍,十倍壓過直樽 薯米糕,垃圾 那薯米糕這個球員真的值了,55萬磅 在這個九一連入,然後打了那個杯 他的身價提升得很高 好,這邊堅尼,一側下去,看看蘇斯克查追不追到 歐慧倫有新禮,一打打著他 給他來,希福特,哎呀,希福特,這支球球 竟然很厲害 其實阿德國聽說的草面很鬆 我收到消息,昨天孟尼聯邦有一個投訴 他現在有個網子想拉緊草,但網子很多地方露了出來,欺負腳 你覺得過這個情況嗎? 是啊,因為那些球球球的草沒有辦法抬緊了 抬緊了,抬緊了,變成沙就出來了 所以其實是挺難踢的 所以我想希福特自己,你看他現在都會踩一踩一踩一踩 他都變了一個信心,剛才破一球就不能脫手 射得很厲害,變成他剛才一球解圍的 射得很小,因為他怕球會彈,你現在看到的 其實很多網子是起了的,是較難踢的,就是用很高技術 大球場的草地都搞不定 叔叔,你說有個朋友做什麼花王,在哪裏都搞得好 你介紹他吧 幾年前我叫他判給我做的,他不肯而已 老實說,大球場新建了之後,草始終都搞不定 搞到現在這麼多年都搞不定 好了,講一下球先,這個高球很厲害 沒有難力,我咬到盡,抬出來 寶波司機把球鞋回到後面,給了尾爾 尾爾都在暴力觀流流傳會,萬年都打了成三屆 給過來菲勒仔,菲勒尼維爾 下一個地球,給過來施高斯 右邊,沒有錯了,哇,這裏空了不空 這個艾雲,上來右邊,助攻 這次撞過來中間,奈利奧投球 頂低那個球,現在不勤,立仔追過來 左後防位置,撈回那個球先 掃過來中間,給了譚拔士 和仔,這裏又可以,也有十賠在裏 現在十個賠拿定,最後把球送前 給了和仔,現在李布林走位了,哎呀 阿伯,不夠默契,這個球比失了,屎姑屎很多 一撞到高火波,避過了譚拔士 但譚拔士的腳撞掉了頭,馬上吹佛 快開了佛球,現在落到默契亞的腳下 接著給了寶波司機 寶波司機找人,右邊有個艾雲 再有些,孫寧涵在右邊 在右邊,是不是有一個球過來 拉過來中間,不是射 斬過來,不要流,宋蓮蓉是頂到 接著奧拉蓮蓉,往後一點 我們先解圍吧 最後彈上前面,拉迪斯拉夫一撞 撞了個球出界,曼蓮的一間外球 上半場打了二十五分鐘 還沒有記錄,0比0 真的不容易贏這場球 第一,沒有傑斯達翼形 你看看,你都集中在中間去 沒有了簡通拿那些很致命的直擊鏡 現在看回正華 普波司機轉身,一拉,馬上右腳撕射 起伏打一撲,甩手 幸好拉迪斯拉夫,剛才幫他一臂撞 剛才我們看看普波司機的射門 知道那時候,萬元適合一個高波斬過去 蘇斯克查頂得出界,就是這個 我們馬上報復給你們看 今天老實說,我們十部攝影機 任何一個動作,完全沒有得走 蘇斯克查,在曼聯的上年季中開始 出場的機會開始多了 入球呢,這個球員都很多 開不過半場了 希伯特這個盧夢球 你看看,彈花也沒什麼力 可能他本身也彈得不好 另外,波一落,草地彈得不夠高 影響他回傳的力度 普波司機已經沉在右翼底 出不出一個好球 很勉強給近處 沒有了,雖然跟希伯特 在第一屆合作,在球會正式合作 看來大家的溝通也沒什麼問題 一個巴西的英國球員 彈佩士打南華的中場 打到現在為止,都算是不錯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位置方面的改變 他在香港已經八年了 都沒試過打中場 全部打攻擊球員 舒凌涵 越打,他好像越打越後 咬腰給歐偉應該會過頭 不過追不到,豬米糕狠出 後衛就會減輕很多壓力 在七月一號之後 國際追擊球員也實施了幾項新的球 其中一條關於龍門 兩條關於龍門 十二馬可以站在白界線上左右移動 但不可以退前 不可以撲出來 另一個就是監獄球 扔進去龍門就不可以用手了 另外一點就是 他接到球之後 在六秒鐘的時間之內 就要開出去 踢出 這項目最討厭的 大哥瑜 因為例子又求證半決 他最多在五、六秒鐘之內 要將球踢走 這項目是很大的增壓 其實這項目 最主要的精神 就是希望龍門拿到球 不要阻礙時間 不要阻礙時間 其實五、六秒其實很抽象 是的 精神就是在這裏 另外這個龍門四步 或什麼條例 都搞了很久都沒有 搞了一個比較有準則的辦法 都是說要靠球證去判 那一個困難就是 很多人覺得 為何剛才你又不罰他 我現在裡面你就罰我 這裏都搞了很多麻煩的事 好了 看回賽事先 孫成岩打到後面 堅尼 堅尼在中間 控制大局 和士高斯兩個 在中場打得很狂 好了 這個球被避過了 但是可惜 那球就撞了出界 至於現在的情況 你們看 藍華在防守部署方面 他們是做得非常之徹底 和大家的紀律很好 我看在上半場的時間之內 藍三的曼聯 想打開紀錄先 這個難度是非常大的 大家現在都很容易 看得到這個形勢的發展 如果剛才撞球 入了可能的形勢不同 打開紀錄先又不同 好 讓我們看看 和仔 和仔 出了 和仔 又不夠 菲律仔 菲律仔 一擺一擺 加上跟著自己 掃花花出界點 和仔 在右手邊 在季節 傳出和仔會轉打 右後衛 效果不知怎樣 但在前面 近幾屆 他的表現 的確沒有在東方連帶 是 李健和 來到他事業上的低潮 現在 他需要突破 現在他對自己沒有太多信心 這兩屆大家很容易看到 他很多場比賽都失準 假如他能夠在這方面 再突破的話 他的球技會再上一層樓 否則他會一直沉下去 所以這方面 他要掌握自己 快點掌握自己 對他也會有少許幫助 但最主要是他自己本身要克服這個問題 現在拉利斯拉夫 打荷包 將麥加蘭的球 偷回 撞到雲 給了雲 再撿到雲 打雲 仍然追到 好東西 艾雲又不受他困難 依然被樂者 好彎的球 樂者的腳發展 當然是一回 普波斯的右邊 又想自反打荷包 但今次撞掉了 宋連勇殺過來 蠻歸雲 仍然被撞到 普波斯機很快 後面有其他球技師 一定是蘇斯拉夫 撞到 守門員希福達 依然救到了 蘇斯拉夫 這個安排 也被追蹤到普波斯機 蘇斯拉夫 這個球員都應 但希福達出來 能站住 我們在這塊鏡 看到前面 前面藍術走 就是蘇斯拉夫 引來馬力 直接撞下去 希福達飛身 打橫 撞到 這個球員也頂得漂亮 救得漂亮 希福達有狀態 真的 剛才救了球球 打橫身過來 撞到 撞得漂亮 好,史高斯 又是普波斯機 普波斯機再撞到 史高斯出來了 帶史高斯 還被 落體線 仍然搞動作 後面過了 撞到 還有,還沒輸 還沒輸 很漂亮 這個安排 又救了出來 和堅尼石門 再打 哇,一輪大混接 淑蓮的終競 又撞下去 這位差點輸 看是蘇靈牙 差一點 被他搞定 是呀 現在後衛 和聯盟感 有運 打出士氣 萬鈴上半場 想贏 絕對不容易 我看慢鏡 寶波斯機 南盟中間 蘇靈牙頭巡 一定是捉住 這個球員又撞出來 一輪大混接 很煩 連攻 然後再射 又一輪混接 哇 南盟這個球員不輸 好救運 好救運 好,大家看到 寶波斯機 又在右邊 拆弄公仔 底線之前出球 一省旁正 舉了旗 省中 迪斯拉夫的身 已經穿了底線 那是 萬鈴的一個角球 那是蘇靈牙 差一點 差一點 射入了 穿起萬鈴球衣的 第一個入球 中柱 可惜的 很多萬鈴差腰兼 吹風佬 這些天氣 他們真的不容易捱 雖然上半場不贏 都挺難踢 好,看看 寶波斯機 先開這個球點 開來十二碼點 哇,尼布倫 都回來救球 兩個頂不到 現在不群立了 死追了 麥佳雅快去一步 用右腳把球扣回 後場 還給菲林尼維爾 菲林仔 哎呀,掘到草皮了 抓了 可以了 整塊草 掘起了 太鬆了 好,現在史古斯拿了 掃八腳 拱過來右手 喊雲 大雲捕在前場做攻 現在 給了 這邊的 堅尼 堅尼又給左翼 沒錯,左邊 麥佳雅在這裡 找人給 再給中間 堅尼 沒辦法入攝 現在南華 屯重兵在後場 防守在禁區內 菲林仔 艇 飛入利維爾 接過來 麥佳雅到後周 譚拔時回來 拆橫的球 先給李健和 鵝仔帶橫了 接著給這邊的 誤勤立 立仔 說得一個 現在不給 譚拔時幫你 沒錯 立即給後譚拔時 來扣 宋蓮勇 翼翼 翼翼 翼翼翼 翼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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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不覺得這個球在眉仔進去 宋宁有夠膽去射 他平時練球經常射這球 逼得角球,現在看看吳群立體 立仔在右邊左腳準備開內彎角球進來